接着是读经的时间 今天早上选读经文是在 《试图行传》八章二十六至四十节 请听个读出 《试图行传》八章二十六至四十节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肥利说 起来向南走 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 那路是抗野 肥利就起身去了 不料有一个伊索匹雅人 是个有大权的太监 在伊索匹雅女皇金大基的手下 总管银夫 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 现在回来 在车上坐着 连先知以赛亚书 圣灵对肥利说 你去 贴近那车走 肥利就跑到太监那里 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 便问他说 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他说 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于是请费你上车 与他同坐 他所念的那段经 说 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羔在展模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他卑微的时候 人不按公义审判他 谁能述说他的世代 因为他的生命 从地上奪去 太监对肥利说 请问 先知说者话 是指着谁 是指着自己呢 是指着别人呢 肥利就开口 从经上起 对他传讲耶稣 二人正往前走 到了有水的地方 太监说 看啊 子女有水 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 肥利说 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 他回答说 我信 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 于是吩咐车站住 肥利和太监二人 同下水里去 肥利就给他施洗 从水里上来 主的灵把肥利提了去 太监也不再见他了 就欢欢喜喜地走路 后来有人在亚索都 遇见肥利 他走遍那地方 在各城宣传福音 直到盖撒尼亚 进来是正道的时间 今天早上为我们讲正道的 是我们本堂的叶少斌传道 他的题目是 圣灵说话 将时间交给Pastor Stephen 太好了 喂喂喂 1234 好像离开一些 е可 走完也不行,是否要這樣移動? 各位姐姐妹,早晨 很開心見到大家一同敬拜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題目叫聖靈說話 我想和大家有不同的感覺 有人可能覺得這隻嬰兒童仔很可愛、很可愛 有人可能很喜歡這個結局,很感人 一個大團圓結局 有人可能覺得配音、攝影很有水準 其實剪接我有份的 因為原本的影片是四分多鐘 我剪剩兩分半鐘,其實我也有份 熟悉聖經的人,有可能會馬上想起 有一節聖經,就是比特前書的五章八節 那裡說仇敵魔鬼,就好像刨敲的獅子 敲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不知道我們會不會像那隻嬰兒童仔 很開心、很可愛、很舒暢的時候 可能慢慢失去了警覺性 原來幾隻獅子看到、釘著了都不知道 到發現的時候,可能已經太遲了 唯有拼命地去逃走 自己都很努力、很盡力地去做 想逃避獅子 但是獅子始終都咬著不放 怎樣做得好,都沒有辦法去脫離魔掌 到最後沒有選擇,唯有拼命地去抵抗 雖然是受傷,但是好像把獅子趕走 但其實,原來靠著自己的能力 是沒有辦法把獅子趕走的 原來在背後有一股更強大的力量 幫助我們脫險、幫助拯救我們 想想,在我們的人生裡 我們有沒有像這隻嬰兒童仔的經歷呢? 上星期,唐牧師跟我們講道的時候 也有提到,從二月開始 每個月講道都有一個主題 我跟大家重溫一下 二月份我們講在基督裏面 三月份講合一 四月份是復活節 所以配合復節我們講主的受苦和復活 五月份我們講神的使命 去到今個月六月份 我們講聖靈的工作 當教會講基督裏,講合一 甚至我們教會正在推行大使命教會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有些人可能會講就是 教會想鼓勵多些人參與 當然,鼓勵多些人 和動員多些人參與 這個固然重要 但是,因為這個是教會其中一個的目的 就是能夠動員到信徒 能夠去完成神的使命 好像在舊約裡 神是帶領以色列民 去得到應許地 在生命記第三十一章三節 新約短那裡這樣說 耶穌說,你的神要親自領你們過去 從你們面前消滅這些國的民 使你們得著他們的地 照著耶穌所說的 約書也要親自領你們過去 領袖的角色就是要親自拜領神的子民 一同承擔和和神一起去完成神的使命 摩西對著整個以色列民族 在第三節這樣說 使你們得著他們的地 領袖是帶領和動員神的子民 但唯有是神的子民才可以去供取 然後去得到那些地 所以,帶使命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人參與固然是重要 但原來背後是神一直推動 在參與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工 特別在今個月 今個月二十五號和二十六號 是我們教會的猜傳年會 在猜傳工作背後最重要的 我們從小學吳傳看到 在聖靈的工作 既然聖靈是神的工作背後的力量 也是我們信徒生活背後幫助我們的力量 所以我希望透過今天的經文 幫助我們去認識多些聖靈 是怎樣跟我們透通的 以至我們可以多些去親近聖靈 倚靠聖靈生活 我會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點就是聖靈說話 而第二點呢 經文有提到福音 所以我也想跟大家重溫一下福音是甚麼 第一點是聖靈說話 第八章其實是整卷使徒行轉的一個轉列點 因為基督信仰的中心 開始從耶路撒冷慢慢轉移出去 這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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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就是整個大使命運動的關鍵 沒有聖靈的話,可能那些門徒仍然很怕 很害怕猶太人的迫害 他們可能躲在家裡,不敢露面 但是當聖靈降臨,在《善行傳》第二章一節到二節降臨的時候 我們看到門徒被聖靈充滿 彼得和十一個使徒就會站出來 大膽地、開聲地去宣講耶穌 而今天的經文是第一次記錄有外邦人信主 這段經文很多時候都會用來講有關宣教 因為肥利也是第一個向外邦人傳講福音的人 但我想請大家留意,經文中提到聖靈說話 在第二十六節說聖靈,雖然說有一個使者對肥利說要去 但如果我們看到第二十九節 聖靈對肥利說去貼近那車 我們有理由相信整件事是由聖靈主導的 聖靈向肥利說話叫他去 甚至乎我們看第三十九節的時候 聖靈將肥利提走 所以由開始到結尾,聖靈正在工作 聖經也記載了很多有關聖靈對人說話的經文 聖靈將肥利說,聖靈要來,是要教導我們明白真理 聖靈對我們說,聖靈對我們說我們不可以硬著心 不聽神的話 而去到提摩大禅書,聖靈也說 將來有些邪靈、鬼魔的道理是會引有人離開真道的 聖靈向人直接說話,如果我們能夠分辨到聖靈的聲音 我想加以解釋一下,因為怕有誤會 我所說的聲音是可以一,是直接的聲音 第二,亦可以是信徒內心的感動 亦可以聖靈透過神的話語 或者我們周遭的環境,人、事 向我們說話的 如果我們日常生活中 能夠體驗到、察驗到聖靈對我們的說話 我們就可以有多一份的把握去信復聖靈而生活 而勝過我們肉體的情慾吸引和控制 如果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都不能夠信復聖靈生活 我們都不能夠戰勝在我們身邊遊行的獅子 那麼我們又如何可以依靠聖靈去參與神大使命的工作呢? 耶穌形容聖靈是好像風一樣 在陽福音某這樣說 所以聖靈我們除了透過聖經的真理去認識之外 其實是用感受去經歷的 不過可能我們有一個疑問 就是怎樣去分辨聖靈的聲音呢? 或是自己的聲音呢? 甚至乎是自己的聲音 以為是聖靈的聲音呢? 更加危險的就是 原來是魔鬼的聲音 要分辨聖靈的聲音 分辨聖靈說話 從聖經來看 我覺得有四個特質 如果我們懂得怎樣去分辨聖靈說話 那當然我能分辨到這些是聖靈說話 其他的就一定不是的了 英國銀行協會每年都會舉辦一些培訓班 教導銀行職員怎樣去檢驗那些偽鈔 怎樣去識別那些偽鈔 有一次他請了一個鑑識專家 即是鑑別專家 他是鈔票印刷廠的工人 每天 或者他的工作 他一直看著那些鈔票 看了幾十年 那些假的鈔票 給他一看 他就馬上可以分辨到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有位學員就問他 他說 他問他研究了分別偽鈔 研究了多久 你怎樣可以一眼就看得出那些是假的 那位專家就跟他說 他說 我並不是在這裡研究偽鈔的 因為印刷廠裡所有都是真鈔 他所看的是真鈔 他所觸摸的都是真鈔 他說他每天都用很多的時間去看那些真鈔 和摸那些真鈔 所以他很熟悉那些真鈔的每一部分 包括那些圖案 每一畫 每一個位置 那些顏色是怎樣 那些圖案是怎樣 所以當有人拿假鈔來的時候 他一看他就會看到究竟哪些東西 和他所看的真鈔是有分別的 所以分別真假 你只要去認識 只要徹底的了解 你就可以分別到 所以我們怎樣可以分別到聖靈的聲音呢 第一點 聖靈的聲音可以是大聲 和微小的 在撒母耳記上的第三章 神三次呼喚撒母耳 就是大聲 希伯樂文呼喚這個字 其實是有召集、喊、喊出來 和大聲朗讀的意思 所以神呼喚撒母耳是很大聲的 所以撒母耳以為 以利在隔壁房喊他 但是有時候我們沒有回應神 聽到當聽不到 又或者我們不知道那個是否神會喊我 所以神會大聲地跟我們說話 不過呢 我聽到最多弟兄姊妹的分享 和我自己的經歷 神的聲音通常是微小的 正如好像在《聖靈紀相》 十九章 當神和以利亞說話的時候 地震後有火 神要說不在裡面 火後有微小的聲音 如果不注意的話 可能真的隨時會錯過 不知道那個是神跟我說話 而且這個是要常常操練的 我們才可以分別到 原來是神跟我說話 有人會問 為何神不一開始大聲地跟我說話 我便聽到 我舉個例子 那些女兒小時候 換衣服 那些衣服就在地上了 我看到的時候 就會用溫柔微小的聲音跟她說 請你把衣服拿回去 撿起來 放在烏衣纜上 第一次叫完 五分鐘沒有回應 第二次再叫 十分鐘都沒有回應 第三次 你覺得我會怎樣叫呢 當然是提早八道 那些聲線 你再不撿起來 然後沒有下文 請你再撿起來 他們便聽到 然後就回應 所以大家明白 大聲和微小聲音的分別 第二 就是聖靈的聲音 是一致性的 是跟神的聖情 神的屬性 以及跟聖經所說的東西 其實是一致的 有一個經歷 上星期五 就是VCC 格蘭披治那天 我家裡的車房 被人潑入了一凌晨 門鎖被人叫爛了 進去偷了一輛單車 以及偷了一把梯 工作梯 一早早都很忙於在這裡報警 警察來調查落口供 然後又要去買五金 拯死門 因為怕那些車子再回來 再爆過 又要聯絡保險公司 又要查詢保險的事情 我跟Rachel 一直都很不安樂 覺得很不安全 為何加拿大這樣 以前覺得加拿大很安全 人們說 晚上不關門 為什麼回到這裡不是這樣的 很不安全 覺得很不安全 覺得很不安全感 一直都是這樣 但是那天 我們靈修的時候 聖靈透過《使徒行傳》 第22章至23章 那裡說法利塞人要捉拿保羅 主的使者站在保羅旁邊 跟保羅說 他說放心吧 你如何在耶路撒冷為我作見證 也同樣在羅馬為我作見證 給我的哥哥的感覺就是 原來沒有神的許可 沒有人可以傷害到神的仆人 是有神的應許和神的保守 我相信這就是聖靈對我說話 因為聖靈的屬性 神的屬性 就是安慰 祂會安慰人 其實 我有兩個單車在裡面 賊偷了一架最便宜的那架 比較貴的那架 沒有偷到 還有 有一架更貴的單車 我女兒前一天 開了出去 踩了出去 踩完之後 放在屋裡 沒有放進車房 所以你說 是否有神保守呢 第三 先生靈的聲音 會使人 結出好果子 automotive 大家都好熟 yd Halvj Saudi 五月.:聖靈的果子 人愛 喜樂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信實 温柔和节制 所以如果我们有些意念也好 有些声音也好 叫我们做一件事 或者不做一件事 如果和圣灵的果子 是互相抵触的话 或者相反的话 那很明显 那一定不是圣灵的声音 有一次我开车 准备转线的时候 望一望旁边 咦 还有三四辆车位 打灯准备转线 谁知道后面的车撥下 我还看到他突然间加速地冲上来 例如他走过我旁边的时候 我看着他 我看到他好像想骂 不是想 只是骂我 好像说我不对 为什么要转线 我觉得很无辜 觉得愤愤不停 三四个车位为什么不能转 我又不是他前面咳 觉得愤愤不停 还有点愤怒 曾经想过 你都发现 我已经见过有两三个机会 可以在第二条线 爬他头 咳回他前面 以我这个 接近三十年 资深香港驾驶技术 这些都不会难到我的 但是我没有这样做 因为圣灵提醒我 他说这些都没有节制 这些完全是你属肉体的想法 完全没有节制 更加没有和平 分分钟是聊交换的 所以圣灵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是会带给人 结出圣灵的果子 最后第四点 就是圣灵跟我们说话的时候 有时是超过人所想的 不是一些logic 是很不尋常的 圣灵叫腓利去加杀 如果我们看新约的地图 黄色那部分 就是当时新约犹太省 那个面积 你看到加杀 其实是不属于犹太 就是犹大传地 或者是撒玛利亚的 肥利那时候 就在耶路撒冷 上了撒玛利亚城 那里去宣讲基督 那里有很多人被污鬼附住 也有很多人患病 肥利都一一医好他们 在撒玛利亚城里面 可能还有很多人 很有需要 需要肥利的帮忙 需要肥利的医治 但圣灵就叫肥利去加杀 起来向南走 起来向南走 原文是一个命令式 圣灵命令肥利要离开撒玛利亚城 要去的路 去的地方 是抗野 在撒玛利亚城做得很好的 他抗野做什么 人影都不多 他那里做什么 这都是平常人 我们会想 logic 所想到的东西 但原来肥利去到抗野 就会遇到埃塞俄比亚 中文圣经叫埃提亚伯 或者主席读就是伊索比亚 都是同一样东西 现在我们叫埃塞俄比亚 或者旧约圣经叫古神 是一个有权力的太监 太监这个词除了在这里出现之外 只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马帝福音 第19章 耶稣这么说 因为有生来是阎人 也有被人阎击 并为天国缘故自焉的 我们不知道这位太监 因什么缘故成为一个的阎人 不过有一件事很肯定的 如果根据生命记23章1节那里说 凡爱慎受伤的或被阎割的 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 这位太监虽然每年都上耶路撒冷礼拜 但他只能在一个外院 即是在圣殿的外院里面观望 他不能进到圣所里面 去敬拜神 与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这位太监 原本与基督没有份 与以色列选民团体隔绝 在所有应许的药上 他是局外人 并且在今世没有指望 没有神 但是这位太监 他有一个寻求神 渴慕神的心 只要有一个渴慕寻求神的心 又有行动去追寻的话 去寻找的话 神就会主动来找他 所以这位太监 他读以色夏书 不明白的时候 圣灵就猜掩肥利 去找他 太监所读的那卷书 以色夏书53章 这卷书的核心 其实是在说 尼赛下的启示 如果不是圣灵的差遣 没有人会想过 要去抗野 会遇到这位太监 所以有时 如果我们有一些 有些想法 有些意念 有些人说一些 可能跟我们平常的做法 和理想不太正确 想象不太正确 可能我们反而更加要留心 当然我们要继续去测验 但我们要留心 其实这会不会是圣灵对我们说话 因为神的意念 是高过人的意念 也因为这位太监的缘故 福音进入非洲 也开展了福音 向地极传开的序幕 所以我们接着在 以色联传第九章 我们看到保罗悔改归主 然后在以色联传第十三章 开始就看到保罗 如何将福音传到地极 其实是一个记录 所以要分辨圣灵的说话 不是一朝一夕 现在的社会 就讲求快餐文化 促食文化 要快要效率 要即时见到结果 但分辨圣灵说话 其实这是一个生活的方式 而不是遇到大事的时候 才去问神 问圣灵 究竟你有什么要说 这个做法似乎跟民间信仰 或者黄大仙有事 就可以求问黄大仙 问签求签 是没有分别的 要分辨圣灵说话是生活的方式 要我们平时多做反省 以致我们能够熟悉圣灵的声音 以及跟我们沟通的模式是怎样 因为每个人 圣灵跟他说话 或者我们跟圣灵说话 其实是个个都不同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跟人比较 你是这样 我是这样 肥利 他能够分辨到圣灵的声音 我们要看看肥利是一个什么的人 在新约圣经里面 有肥力 和肥利 两个名字都很相似 其实英文 希伯来文都是同一个字 叫肥力 其实是同一个名字 不过中文翻译 就翻译成两个名字 可能是想避免混乱 肥力就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 而肥利就是管理饭食 我们在《士团人传》第六章 一至五至我们看到 当时十二个的士徒 他们认为他们应该要专注做传方工作 所以在门徒里面选了七个人 其中一个就是肥利 但是虽然管理饭食 但是他们要有好明星 被圣灵充满 和智慧充足 我们看看什么叫好明星 好明星原文是叫有见证 就是一个人 在他生活上 无论是工作或者社交上 有见证就是 在他生活上 能不能够反映出 天国的价值观 就是公义 和平 和圣灵中的喜乐 现代社会 讲公义 其实是讲公平 要判断有没有公义 所以通常要先看你的合约 你的条例怎样说 所以有什么事呢 直接拿个戒拉出来看看 究竟有没有写 有没有说 有没有跟从 看看对方有没有按着合约去做 或者按着合约 应该得到要得的东西 而不是以人的需要行先 虽然这是需要的 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公义 往往都是讲我们有没有照顾孤儿 寡妇 客女 贫穷的人 圣经讲的公义 是我们有没有跟人分享生命上的祝福 这个世界上 或者社会上 工作场所上 我们看到很多人 他声称自己是基督徒 但是 他们对人 对上司 对下属 对同事 没有公义 没有见证 甚至乎有些基督徒 不是在做见证 是在做审判官 去判断这个人做得对 这个人做得不好 所以跟着和平 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和周围身边的人和睦 而圣灵中的喜乐 为什么要在圣灵中 为什么一般的喜乐不行 我想一般的喜乐 或者一般的快乐 是因为有些事情发生了对我好 所以我就很快乐了 换句话说 其实这些快乐是有条件性的 但是圣灵中的喜乐 其实是不受环境的支配 也不是因为自己的性格的缘故 而是因为圣灵的内住在我们的心里 而带给我们的喜乐 我们在哈巴谷书 哈巴谷的先知 我们看到 哈巴谷书 当哈巴谷先知写这段经文的时候 是巴比伦大军压境 但是哈巴谷先知 他可以说 恩耶和华欢恩 恩救我的神喜乐 环境的限制的困难 不能够阻止先知 在神里面有喜乐 因为他喜乐的源头 不是环境顺利 不是生活附足 而是单单在神里面 他有喜乐 肥利有好的生活见证 对人有公义的关系 能够和人和睦相处 也在任何的环境之下 都能够有喜乐 生命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不是一些很神秘的经验 是我们被圣灵充满 我们都不知道 被圣灵充满 其实不一定是说谎言 说谎言 是圣灵的恩赐 是赐给人建立教会用的 被圣灵充满 其实就是 我们有没有让圣灵 去管理我们的生活 自己的私欲 会引致我们 或者会使我们犯罪 任何人都不能够去 有能力靠自己 去赢过我们自己的私欲 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都想做好 但是偏偏就是做不到 所以我们需要 给自己更有力量 更强的力量 就是圣灵的帮助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 十八至二十节 他说 不如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诗章词寧歌 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 就是一个常常赞美感谢神的生命 的基督徒 因为他能够在每日的生活里面 在日常生活里面 能够去测验到原来神和他在一起 无论他所遭遇的环境是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 所以如果有基督徒 他能够具体地说到 他能够分享到 甚至跟从主耶稣基督生活的一个信徒 是与神同在的生活态度 圣灵说话 圣灵不单止是对信徒说话 圣灵也会对一些未曾认识福音的人去说话 在药案福音那里这么说 圣灵来的时候 是要叫人为罪、为疑、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感觉 觉得自己得罪神的话 其实就是圣灵在对我们的说话 希望你回转 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最后 当讲到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 我想和大家重温一下 福音是什么 在《药案传》第32节 至35节 福音的内容 是耶稣 不是永生 好像我们弄错了 因为福音是永生 因为Good News是好消息 因为永生是好消息 不是 福音的内容是耶稣 埃塞比亚太监 他所读的以赛下书 正正就是耶稣生命的写照 为什么耶稣 愿意经历这些事情 大家都知道 就是他为了我们 因为他知道 人没有办法能够去救自己 所以耶稣甘愿 就为我们的罪去受死 我们今天 对福音的概念 理解 会不会太肤浅 以为福音信耶稣 就是得永生 如果我们看保罗书信的时候 其实保罗用大部分的时间 去解释福音的内容是什么 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 而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 因为福音向我们揭示的 就是基督为我们死 然后为我们复活 如果我们明白福音的内容 我们就是明白生命和死亡的价值在哪里 虽然福音的内容是这样 但福音的大能 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 再不是一个为自己生活而有的生命 不是一个为自己的生命 而是基督值得为我死的生命 埃塞俄比亚的太监 他明白和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意旨 就立刻表明他要接受水礼 即是受洗 在第36、37和38节 受洗就是显示埃塞俄比亚的太监 他有决心去跟从耶稣 接受洗礼的行动 就是表明自己愿意决定 缺制离开自己罪的行为 罪的生活 基督为我死 我亦都为基督死 过一个藉着基督全身的生活 包括效法耶稣基督 写起自己 将福音耶稣基督 呈现给未曾认识福音的人知道 福音和圣灵说话很有关系 圣灵说话叫肥利 去离开他的工作 眼前的工作 去架杀 去抗野 圣灵说话叫肥利 接近车 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和第三章 圣灵向宗教会说话 凡有意的应当听 今天你听不听到圣灵对你说话 请我们一起祷告 圣灵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意诀 今天听到你对我们的说话 以致我们知道 你想我们如何按住 你给我们的计划 给我们的生命 我们去跟从认识你 圣灵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不习惯听到你的声音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倚靠圣灵的能力 能够战胜在我们身边游行的狮子 我们靠着圣灵信服圣灵 这个圣结神理喜悦的生活 求主你自己忍耐 以至我们有好见证 去见证荣耀你 感谢赞美你 我们祷告 供靠主耶稣基督得色名字 阿们